14號深夜飛機一落地 就有大批航警出動 因為這班從泰國曼谷飛回的班機 裡頭載運的就是 被騙去柬埔寨的救命國人 還沒有實際上等到 還沒有實際 口頭跟你講多少錢 1300 我為什麼會到泰國去 就是公司說 航警說明後續流程 整頸事件是因為 駐泰國代表處在14號 接獲泰國政府通報 有12名台灣人 從柬埔寨入境泰國曼谷 駐泰國代表處表示 這行人搭乘無隔航空班機 抵達曼谷 載由陸地或轉機前往泰綿邊境 持續從事電信詐欺工作 確認其中三名是人社集團成員 暫時被泰國警方留置 另外9人則是被害國人 但身分代理切因 一行人在航警問完後 還繼續送到桃園地檢署 接受訊問 畢竟他們到底是被害人 還是幫助詐騙集團的共犯 都還要再調查 是否還藏有黑幫成員 跨境人蛇集團共犯 一早警政署長黃明昭 也來到桃園機場 關懷視察 警方統計 從7月底到8月14號 已經成功攔阻26人 但遺憾的是 堅持出國的民眾 還是有73人 近期柬埔寨打工遭控制 越來越嚴重 主台代表處也說 接受有國人因應網友邀請猶太 結果因預計搭乘 輔泰免聊邊禁止 轉車延遲 覺得不對才聯繫代表處 還好最後順利脫困 現在相關單位 透過跨部會合作 希望能將犯罪集團 一網打盡 導 ampl 選舉 失敗